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我叫錢與童 我另一個名叫悲起 現今已說人生難有罪 很多不信主的會是以這句話 但我聽到了這句話第一次的時候 我卻是百分百在頭 因為我也覺得我犯下的罪太多 我記得原來爸爸媽媽最生氣的事情 就是我經常撒謊 無論事情的原重與否 我都喜歡用撒謊來掩蓋 久而久之我就有了這個習慣 然後我就當了一個放羊的小孩 我有很多次想要改變 可是當我看到父母的暴露和質問 我都退出了 而我看到他們在我這麼多次欺騙或者無奈 和眼睛中內心的放棄 我會內招 可是我卻是選擇了反抗到底 就是想和對你 就是想跟你對著幹 我也會想要他們不計前行相信我 而我也想改正 回到那場未撒謊 最初的自己 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跟著我小學同學去教會 那時候剛好是六一陽風節 那一次我感覺到了深 它是我的吸引力 台上的人說了很多 他說希望家長能夠常常原諒孩子的所犯的錯誤 而我也希望這樣的一句話讓我改過 可惜那時候的爸爸媽媽 曾經在這個世界 並不知道何謂神何謂饒恕 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改過 終於 去年我和我媽媽來了心想 我很感謝神讓我來到這裡 讓陸嘉一活在我們一起教會 認識這位萬能的神 讓我知道 當我知道主為我贖罪 自己卻被釘死在十字架時 我內心是翻滾的 我之前犯了那麼多的罪 可她卻幫我贖清了 所以我決定我要悔改 悔改 不要再做從前那個前頭了 我也很感恩 我媽媽也不夠幸福 讓她能給我一次機會 如今 我也不再撒謊 我媽媽也相信我 我跟我媽媽也成為基督徒 相信主並跟隨她 當初 決定是在去年的唐崇龍的指導會上 說實話 第一次去 我是全身睡著的 我覺得她講的東西我完全不明白 只是聽一個老先生在講天書 一個年輕人在旁邊特別激動地在翻譯 第二天再去 我只是為了白天能夠去City逛逛街 晚上都搭車公車回家 然後就去了 第二天是一個人講他的見證 那一次我確實全程都在認真地聽 雖說沒有到痛哭流涕的地步 但是我也是深深被打動的 那個人說她去了美國接觸教會 可總是沒有認識到什麼是神 所以她有一度不再去的角度 於是她就演了一個神 她就變非常叛逆 在她 在現在她看來 暫時她是無肉不做 可是突然有一天她回去了 當牧師見到她的神非常激動 她說她不了很多 而她也意識到 神是公益的 甚至為我們替我們除罪 還將她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那我為什麼還要這樣辜負她 於是那個人 她決定全心全意地去追隨 那個公益萬能的神 記得第一次去福利盟會 最後一天賈莫師叫我們合為營修時 當我們看到那一段 耶穌被審判的視頻 讓我震撼不已 看到那個場景時 我相信你不論信不信神 你都會覺得它十分的慘 當耶穌被十字架在大街上時 沒有人去幫助她 反而一邊憤慨計較地在一旁賠官 旁觀 好像耶穌才是那個大罪人 那天我被深深感受 無論是因為耶穌為我們受到 多麼殘忍的審判 刑法 還是因為神的大愛 愛我們愛到使得 交開獨生愛子替我們除罪 看完那一段視頻之後 我才知道神的才是神愛世人 當時心裡馬上都在想 神為什麼要這麼愛我們 無論我們曾犯下多長一次的罪 他還是那麼大愛我們 同時我也十分感恩 感恩他創造了這個世界 感恩讓我能夠認識他 而且讓我追隨他 神為了我們 不惜將他獨生思想 很謂的給我們的數據 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相信他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做神 那些所不喜悅的事情 所以我們依然決然地去絕世 當我站在台下 憑著信心裡說他祝福時 我感覺心門被敲打 被打開 說不上話如重生 總是感覺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當初 其實在我絕世和到現在 決定受洗這段時間 我心裡不能嗎 會覺得自己離他越來越遠 會懷疑自己 到底應不應該信主 也和媽媽經常有一段時間 因為信仰談到一起 每次都是以爭吵開始 最後一份怒的生活場 但是 神鮑爾還是留在了教會 他讓我 有一個小組 有Jeff大哥哥 有好多好多好朋友 跟他們聊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好像發現自己每次都會收穫很多 會發現原來不只我一個人 有過這種情況 而我現在 也很感謝神 感謝我的終了 和祖子小夥伴 他們教會我很多解決這些事情的方法 現在和不同想想當初自己 天真 很自大 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 殊不知 這一切的背後 都有這位神 他以他的方式 在改變我 謝謝宇童 她這麼誠實坦誠的見證 很感人 我們請同期家 莉莉姊妹來 上來會唱歌 請大家一起低頭 讓我們為宇童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感謝和讚美你 因著你的帶領 與同可以認識你 並經歷你的恩典 他願意來到你的面前 悔改歸向你 今天我們一起和天使 為他歡呼 為他歡喜 因著成為你的兒女 我們同得你天上的基業 主啊 求你用你的話語 用你的靈慰養他 帶領他 在每一天的學習生活中 有新生命的樣式 也讓他大膽的來仰望你 來依靠你 在要可能面對的属灵征戰中 看你的大能得勝 我們再一次的感謝你天父上帝 我們感謝你的拣選 感謝你把新的生命 新的盼望 賜給予同 我們以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求阿們